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从我 以我为例 以我为例 试论中国主持人的太监人格 可能有的主持人听了不高兴 那就他不是太监 我是太监 我这几年的研究成果 女孩子注意 假的 听演讲 听演说的都是女孩子 我发现现在学传媒的全班就一个男的 你知道吗 杨苏不在那里 还是个帅哥 那是以前 还是帅哥 我还就问他 我说你累不累啊 好家伙 全部都是不说这个 那问题是当然男的不会来的嘛 男的第一个 邓文涛来演讲 他们吃醋 又长得吃醋 又长得帅 又会讲 然后再看看你的演讲题目 太监 出镜伤情啊 当然不来嘛 就是我这个 因为从主持人呢 我就想起晚会了 因为主持人经常就 太监人格之一 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什么呢 我就老讲啊 唾面自干 什么叫唾面自干呢 就是说 就是可以自己侮辱自己的 你比如像我们主持人跟你们嘉宾不一样 主持人他是一个如此依附性强的一个行业 他好像太监 你知道吗 所以我老觉得我的这个本尊是李莲英 他 你比方说啊 这个晚会上 你发现没有 中国呀 甚至我认为包括我们本公司在内啊 这个这个 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懂主持人的 中国人严重不懂主持人这回事 比方说 这个很多人把主持人的数量当成活动规模的一个标志 所以你会见到晚会上八个主持人 八个主持人代表我们这个文化节啊 我们这个晚会是如此的壮大 可是实际 因为搞费要给的多嘛 你看看美国奥斯卡再大的秀啊 主持人他一个人 是吧 所以你就看出不一样 而且为什么你八个主持人的时候啊 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谁说话呢 你要大家都随便乱说的打架 所以不得不就变成背 背 于是呢 你知道 当你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知道吗 你也不是弱智 当你再跟着一唱一和的 是吧 春风送暖 拜花争宴 到第三个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 第四个 我们相聚在这里 当你每天干这个的时候啊 你说你觉得啊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台上演的不觉得是在侮辱他自己 台下听的呢 也没觉得是侮辱他 大家啊 就台上台下一台戏啊 都在鼓掌 说我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你站在一个旁观者 这样的蠢话 私下里谁谁都跟都跟人家似的 你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上台下台上的人都是演员 你混淆了两个概念 你讲的那个背好的那个说话 这叫思宜 思宜跟主持人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 主持人呢 总之跟思宜有点不一样 你看 所以你说这个思宜呢 我有想起一个概念 思宜思的是一个仪式 对 所以它本质上呢 你看很多主持人的行为 很多主持人的行为你可以理解了 他是在主持一个仪式 对 对 就好像你再进一步讲 这要在古代那叫祭司 对吗 还有一种叫祭司 祭司也是一种思宜 就是他思这个祭司的仪式 所以你看他的很多腔调 大家就有些时候说 说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活动的时候 不像枪枪三人形这么说话 对吧 因为其实你注意到没有 即便是外国人当进行一项仪式的时候 恐怕他也是要 你知道吗 这种语调吧 对 没有 豆老师可以发问吗 你向法人不同这个 没有 因为假如你当时是演讲 讲这个我就会好奇 很多问号 像你说为什么有些晚会 有些大型的活动 占了一排的七个八个主持 那我觉得不一定是领导 不懂的什么什么这个行当 而我想可能是因为 背后的领导太多了 每个人有他的人脉 可能每一个主持会去找 他的对头的小领导 大领导 中领导 就 涛哥 给我一个机会吧 亮亮相吧 什么什么 结果摆不平啊 结果大领导 中领导 小领导 什么领导 美人啊 那些领导不是说官员 可能是官员 可能是电视台 可能是什么 这结果好吧 那就这样排开吧 我猜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请豆老师来指点一下 豆老师不指点你 我找一个曾经做过这个春晚导演的 一位一位王导演 他来这个指导你 这位王导演叫 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都是在这个咱们 内地刊物上这个登的 对他的这个采访 是他现在已经不做了啊 前春晚的这个导演叫王显平嘛 是吧 王显平新快报上采访他 他就讲啊 很多很多年以前 而且是不是2000年的时候 他说哦 他要办春晚 一下子收到43张条子 43张 于是这个怎么办 他来了一个 找这43个歌手 43张条子的歌手啊 开了一个会 开一个会 然后就跟他们说 说我相信这个导演也挺牛的 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你们是什么原因来的啊 那么我希望你们呢 不要用条子说话 你们用作品说话 这希望你们将来啊 不要靠条子 希望你们靠自己的这个作品 找人写好歌来进入这个这个阵营 等等 但饶是如此 说其中有个女歌手啊 当然今天咱们相信啊 央视应该没有这个现象啊 以前我说的是啊 就是说其中有个女歌手 仍然能够通天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他母亲跟他打电话 说你的领导是谁 你知道吗 你的领导的领导是谁 你知道吗 我的这个女儿 要在12点唱 甭说什么群唱了 就是大家伙一起一起会唱 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独唱 或者二重唱 就要在12点 这个王导演有骨气啊 说他辞职啊 我也不能接受 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劝他 都劝他 但是呢也没有人站在他的立场 你知道吗 最后他就说 这个女歌手演唱水平不敢恭维 但是我做的那一届 他真的最后 就是在12点的那个时候 二重唱 就是两个人唱 让他上 所以我就回应回答你刚才这问题 谢谢解答 所以啊 所以后来这个导演也离开了嘛 所以不在了 所以第二个问号是说 我以后就专门留心听12点的吧 所以第二个问题 刚才你说到啊 觉得台上的人也不觉得丢脸啊 还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低估了他们呢 我告诉你啊 一定会的 太监也有记专的 太监也有尊严 你就是我们行的座右鸣 我是你们那个导师 本尊 可能是他想一下 好吧 我这个专严放低一点 我知道过完这一天的晚会 我也后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包括我的出场费可能增加 我的知名度增加这个那个 那这个小事情小小的委屈啊 那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说他们不懂主持人呢 这个凤凰卫视的领导啊 他都不懂我呀 他知道我为了坚持这个清真呢 不是 就我为了坚持 就是说 哎 你的这个稿子 别的主持人就是这么背了 我都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重新写过呀 我的工作量 能跟他们一起来论吗 江江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巨大的冰块悬挂于舞台之上 时光的流逝中 融化的冰水 在舞台上泛出涟漪 长发舞者在冰水上跳跃旋转 用身体与生命支援对话 沿河舞蹈剧场 沿河舞蹈剧场 水雨 一个特殊的剧场空间 探寻舞蹈的无限可能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味精用了一百年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苏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苏枝仙 主持人还是个小事 我真正要说的是 最近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咱就学习 人民日报批晚会浪费 你知道现在各地的晚会 基本上最低一千万起 基本上五千万 动辄上亿 上亿元 有人说七成的钱 你想这多少钱 上亿元的一个晚会 地方上搞一个晚会 大概七成的钱 花在了五美上 最近你看 先是普春西有说 说我们不能这样 每个事都要办一个晚会 就中国这个晚会 然后文化部又发通知 这就看来这种现象很猖獗 文化部说 不许动用公款 请明星 这个 咱们说这个都是自绝 自断财路 是吧 然后呢 你看 他们开政协 也有一个成都军区 战旗文工团副团长 这副团长 这名字挺有意思 叫郭瓦加猫吉 郭瓦加猫吉呢 郭瓦加猫吉算了一笔账 就是说 就他觉得这个背后 五美的背后有猫腻 搭个钢架上百万 LED大屏上百万 烟花燕火 还有那个多媒体视频 至少几百万 有的地方你知道那个 我十几年前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觉得香港比我们花红柳绿 现在香港跟我们比起来算简朴 现在我们办那个晚会 你知道他这个LED花这么多钱 甚至连这个演员上台的这个楼梯 都铺着LED 你想他是这么弄 但是他是不是靠票房收入 就可以赚回来的 大部分是支付盈亏的 还是国家拨款的 各种情况都有啊 你现在文化部管的 就是说你国家拨款的 这个就是用政府钱的 这个绝不能够这么干 我想这个界限要划清楚 要是他们有些演唱会啊 他们是商业操作 他肯定会计算了 他收入有多少 对不对啊 他会错多少 但是另外一些是公家的事情 就是那些是政府的名义 我想现实的是那种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次讲 315晚会吗 我其实非常支持他这种 就是打假啦 维权啦 这个商业法律啦等等 但是我就不懂 他为什么要通过一个 文艺晚会的形式 他可以完全变成一个电视节目 固定的就是像每周一个 大家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紧张的来看这个 对不对 他点到的人 这些企业就会有 摊上大事了 对不对 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电视就做到 这何必靠人来唱歌跳舞 还靠一批有名的演员 在下面发假微博 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透过电视这个攻击力 杀伤力太大了 假如真的弄成60分钟 60分钟 得了 那大家真的会用 美国的60分钟的角度 的期待来期待他 那杀伤力太大 他也不敢做 他敢做我猜也做不下去 那只有用大家本来说晚会 想着说 哎呀 晚会应该就唱歌跳舞 轻轻松松 里面有些打假的活动 也把他的杀伤力来包 包装起来 把他 你觉得是降低他的杀伤力 其实杀伤力已经很大了 被点到的牌子 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些没意义 他提出来的是个文化问题 这就是普存希说的 说为什么一个事 总要搞一个晚会 这个也是我除了主持人之外 研究的另一个科技 中国人这个晚会很有意思 你看这种综合节目 比如说 我到美国 我到英国 我看到的是 他们是专业化 你魔术师就是魔术 魔术专场 交响音乐 就是交响音乐会 他很少说 像咱们说的叫综艺 把好多个不同的节目 放在这么一块 弄成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通常还有主题 为了某种节庆 或者为了某种宣传的目的 等等 还有一个主题 这个事儿真是个中国的文化特色 不难理解吧 从过去一百年来所有的运动 都是用晚会的形式来做很多的 早期是安全 我不能说我要举行什么演讲会 什么政治会 用晚会演个话剧 话剧那边又鼓动你革命 这个那个 它有它的传统 那另外呢 我觉得让我想到晚会文化 跟中国不是流行广场吗 动不动就说每个村 每个城市 大家晚上去那边唱歌跳舞 其实因为每个城市 很多劳工 很多草根 很多我们本来 坦白讲我们中产 或者说中上产的人 觉得可以自己在家里 享受的事情 包括找朋友回来 开一瓶红酒 喝一喝聊天 在家里看电视 我们自己家就有个LED 一百寸的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不能想象 对好多地方的人来说没有的 大家高高兴兴 出来这个集合起来 召唤讯息 互相照顾小孩 互相看别人的老婆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它是共同的娱乐 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还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 你从晚会这种形式 你就看得出来 我们还是一种 综合性的 就是 结大欢喜的 比方说 这个一个晚会 通常它融合了什么呢 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仪式 这个晚会 领导的第一排 他首先要仪式 要举行一个仪式 他有仪式的功能 宣布什么什么 开始了 领导讲话 然后完了 唱歌跳舞 对吧 但是他又有一个 我觉得他一个远端的根源 是农村农民的赶集 他融合了一种赶集 赶尿会 就说 热热闹闹的 咱得弄弄放烟火 还有了一种 这个药物扬威 自我宣传 这个打广告 所以你 你知道很多时候 就是说 要把钱花出去 他们这些晚会 为什么 我五美里边收这么多钱 几百万 暗藏猫腻 就是说 因为发现 中国的领导 你的创意 他看不出来 对吧 那钱花哪去了 可是这些个 实打实的LED 声光化电 多媒体 声光化电 你看咱要 实际上弄得 现在我们就一大俗了 什么晚会 都是这个 这是声光化电 可是这个 才能让人看出 他有钱 你们这个越讲越深了 其实是 一种合法的广场文化 公众空间 知道 这个 一般现在的广场文化 现在大家有点担心 但是在晚会的旗号下 又达到了这个 狂欢的目的 对 狂欢节 对不对 又不闹事 平安 所以这个 合法的广场文化 来源呢 就是农村的这个 庙台 就是这个戏台 大家感激 很重要 广告之后见 最专业财经 前线人员的专业分析 现在通过凤凰平台 与全体财经决策人分享 重要级金融实战专家 从宏观政策 与微观民生角度切入 全方位分析全球市场 让你掌握经济走向与政策脉搏 建立和业内精英 同意结束的财经视野 解读宏观 着眼民生 观察财经新趋势 一周财经新趋势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危采拦门清发动机 地转速大扭矩 动力总成系统优化匹配 完美降低整车油好 绿色动力 国际危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岐山 黄岐山 还有新小琪啊 唱得真好 是 是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 还有一个林志炫 是不是 他被凹着了 凹着了 对 好上市吧 没有吧 杨忠伟被凹着了 对对对对 咱们要不接着讲讲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不 我就是说啊 这个像崔剑他们 就艺术家严格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发起这个拒绝假唱 因为所谓你拒绝假唱 必须至少保证 麦克风要响 对吧 所以他们就说音响如果不好 我们连去 我们都不去 这是艺术家的品格 坚持这个 但是我就为什么说主持人是太贱人格 你听说过世界上 听说过中国有哪个主持人说 音响不好 我不去 我不是啊 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他这个为什么说 中国不能外行领导内行 就一定要尊重内行 我下面说的一些话 你不是内行 你完全不知道 我也很想跟这个北京广播学院 或者说中国传媒大学 有个录音戏 我跟他们讲一讲 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你讲的内行 憋了一肚子的主持人心得 不是 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主持人为什么喊吗 他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是文化的原因 这个不论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 他有一个技术的原因 主持人喊 有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啊 这个是声音的时候 声音都很好 声音都很好 可是怎么 真一说话的时候 主持人就喊 为什么喊呢 因为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就有个反送 那为什么是话筒的时候 或是正常的呢 因为剧场里还没坐人 当剧场里坐满了人以后 这个声音都被观众都吸音 吸走了之后呢 你主持人听自己的声音呢 他老觉得听不见 听不见你的本能就要喊 实际上观众全听见了 而且再者说 为什么今天有了流行歌曲的唱法 是因为他可以给你推大呀 你可以像轻轻的唱 对对对 他可以给你推大 实际上当人的声音允许不喊的时候啊 你看我做电台主持人 带着一个耳机 对吗 对 声音有更丰富的表现力 但是一喊表现力没有那么丰富了 但是你为什么喊呢 你看这个歌星唱歌 为什么他带着这个耳机啊 他有监听啊 他听得到自己 他听得到他才能调整他声音里细微的这个这个差别 可是你看 我就我在中国 这样我就说了 我在中国大陆是吧 十次这种地方 基本上有六次 这种声音主持人不得不喊 就是因为他听不见自己声音反反送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情况 我在香港主持活动 十次里都不一定发生一次 十次里可能十次都没有这种问题 这你说 差在哪儿了 这象征意义上就是一种号令 就可以听到民间的回声 这很重要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专业 反馈 对 这听到 赵叔里差别见了 香港也办晚会啊 也是很重要 我成长的年代 都是看到我经常觉得 我这非常反殖民的嘛 看他怎么一堆洋人在那边 管什么灯光什么 我说小事也要他们管啊 结果管了几十年之后 他们走了 可是那个风气 那个传统不出来 可是奥巴马那个仪式啊 比奥斯就是假唱 橄榄球超级杯啊 美国体育馆停电 可是这是什么国体育馆停电 she为有没有事